国道路间一辆电车车头毁损 左前轮爆胎只剩下旅圈 而后面的白色小货车 左侧车身严重擦伤 男子就蹲在草丛里 双手背上铐 看似精神恍惚 原来电车是他偷来的 连插状的白色货车 也差一点被抢去 我一度在门口 告诉我说快点快点把我抢车 他说这车怎样 我人在这车怎样走 结果他不去抢也没办法 我乖快就要去那里撂 案发在5号下午2点半 张信嫌犯从台北车站 要搭车到野柳 中途在基隆残根医院提早下车 看见一辆排班建车 当时车上没人 就直接把车开走 徐姓借车司机上厕所回来 发现车子不见 赶紧通知警方 前往拦截围捕 没想到嫌犯把偷来的电车 开上高速公路 却在南下5.5公里处 与马信小货车驾驶发生差状 看见对方想找他理论 既然异想天开 想再抢走小货车继续开 我驾一下我想说 你没把我处理 你去那里开车走 我这样不对 我就走下来 我先扭打 扭打之后 就扭打 双方发生扭打 线上拦截围捕警网 及时赶到 当场逮捕张姓嫌犯 他有毒品窃到多项前科 事后也坦诚 前一晚有使用毒品 本市某医院前 一部机程车遭窃 实施线上拦截围捕 下午14时40分许 失窃机程车在国道南下 5.5K处与另一部自小货车 发生交通事故 张姓犯嫌 企图在行抢该部自小货车 与车主发生扭打 本分局线上警力及时到场逮捕 全乱依窃盗 及强盗罪嫌 移送基隆益检署 侦犯 嫌犯偷走健身车 开上国道 插撞其他车辆 由偷变成抢 行径实在太夸张 记者 黄绍明 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